有前辈画家爱上台东 更有年轻人用纪录片的方式 关心这块土地 有一群大学生深入台湾偏乡蹲点 进入社区志愿服务 并且拍摄纪录片 他们记录原住民的舞蹈 他们关注新住民的生活 他们也记录日渐没落的 斗笠制作记忆 这群大学生用影像 让我们看见美丽动人的台湾 首座一顶斗笠的步骤繁复 云克大的两位学生 用15天记录花莲 螺山社区的产业流变 这八幅一直做的 整个小孩 没有天啊 天啊很天啊 有的你讲话啦 有的你讲话啦 那工作才是说话啦 工作很多啦 这才要 要是几样 现在啦 我会 当正去就像这样 只要做这种 你都不再做 为了更贴近社会 有一群大学生展开蹲点计划 这个计划强调 一手记录 一手服务的精神 视觉传播系的两位学生 在社区一边彩绘墙壁 一边教孩子们画画 感受到居民给的温暖 因为我们选的地方 刚好就是在杂货店 就是也就是人来人往 最多的地方 那这样来说就是 居民都一定会经过那里 那经过来看到 我们在画画就 很有趣啊 怎么会有这个构想这样 然后客戈跟我们聊天 所以这种人际互动的关系 非常快就建立起来 获得蹲点计划 首奖的两位学生 在台东台阪部落 记录排完族的孩子 从排舞蹈中传承原著名文化 我希望透过舞蹈 我可以 因为透过舞蹈 然后教他们对部落的认识 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对自己本部落的文化的一些认识 因为我们很多的舞马 开始都是一定时间 从部落出发 那透过一些故事 用故事的方式 用舞蹈 或者是用歌舞剧的方式 让他们了解 小孩子他们在准备他们 那个 风年纪的时候的舞蹈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 他们自己也在学习他们的母语 他们重新找回那个感觉 因为他们都没有接触的 然后可以看到部落他们 兴盛的文化又回来 就大家的努力有成果 下雨天 还是读书天 背书吧 两人也结合影像 上级部落孩子的歌声 制作专属的MV 蹲点台湾计划 让大学生有机会深入天乡 用实际行动关怀土地